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的三十二年 从倒数第四行 倒数第四行 最后这一句看 暴击十心 一 于众生其大慈心 无损害心 二 于众生其大悲 无病恼心 三 于佛法不惜生命 要守护心 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 苏超言语 可以说 从这一段起 进入到全今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修行所依靠的几乎都在这一大段 这一大段就是后面讲到一心不乱 连词大师这一段的重点 几乎占全部苏超的七分之一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宝极实心是大宝极经里面所说的 此地大师把当中从四到九分割掉了 它被那文分割掉 我们还是要从头来细细地来研究 前面这三条 底下注解里面有 在433年第八 这个四到九分割掉了 我们先看他的三条的主题 第一个是 其大慈无损害心点 为与法界众生 与自信众生 弦与无上菩提热法乐 无上涅槃极尽乐 是无损害的 那么从诸解里面来看 这个霸词无损害的标准 是绝对的 不是普通的标准 那么对众生 发解众生是说别人 自信众生是说别人 换一句话 对父对他都要有自信 都不能够损害 也许我们听了会奇怪 这个不害别人 人还有会害自己的吗 哪有这么愚痴的人啊 实在讲啊 害自己的人太多太多了 不相信可能你自己就是 所以他后面提出一个绝对的标准 如果你自己是 你耳不觉 是不是害自己的 你自己还在六道里面做生死凡夫 是你自己害死的 大灭均就说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 我们还在六道里搞轮回 就害自己啊 无时界以来 生生世世自己造议受报 怎么不害自己 谁不害自己 别注意说 无罗汉以上 真正觉悟了 不害自己 所以六道凡夫 以及全教菩萨 多半都是害人 谁知道这个素食真相 我们今天要想达到 这样的一个目标 以慈心帮助一切众生 要叫众生得无上不平 要叫众生永迫轮回 不退以臣服 想想我们能办得到吗 这一段事情 说老实话 根据菩萨都感觉的为难 我们能办到吗 其实我们确确实实可以办到 用什么方法办到呢 一句米头念到底 自己能够老实念佛 今天里面的教训 我特别提醒各位同修 从这个地方起 一直往下去 大概有相当长的一段一段经文 自自俱俱 都值得我们学习的 就是我们自己修行的标准 用念佛的方法救出戒 以念佛的方法救度一切众生 所以这个法门 是盛放一切祝福 没有不赞叹 没有不宣扬的 道理就在这里 这个才叫真真八字 真真无损害 老实念佛人才能读到爱 这一念念佛 一念害怕妄想 那么换句话 还是不免自害害他 所以我们有很多同修说 念佛功夫不得力 这个佛号念不好 为什么念不好呢 有原因的 这是第一个 福心无生害羞 第二个 与众生其大悲 福是云露 悲是发苦 其大悲 鼻脑心的 位于有情世间 即五因世间 有情世间 是对他讲的 五因世间 是对自己讲的 五因就是自信 众生 有情世间 就是自信 众生 有情世间 就是罚戒 众生 境界跟前面 完全相同 戒与 罚 境界 逼迫 之苦 烦恼 是无病脑心 那么这一句 是在讲 就是伺候实验的第二页 烦恼无尽实验段 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有烦恼 有业障 有习气 为什么不肯拔除呢 不肯拔除 就是没有悲心的 所以佛法 所以佛法 我们要是把它归纳起来讲 佛法不外乎 清净 平等 慈悲 这三句 就把整个佛法 包括境 我们没有慈悲 不但是对华界众生没有慈悲 对自己都没有慈悲 那大家要问吗 那怎么样对自己才慈悲呢 还是一句老话 老实念佛 你能老实念佛了 就是对自己慈悲 对华界一切众生慈悲 念佛功德不可遂言 念佛目的 一定要念到清净平等者 无量受尽 他真体就给我们白名了 念佛的目的 活在念到自己心情 念到心平等 心地清净平等 自然就拒而不迷了 哲是慧 清净平等是定 如果用三无漏学来说 清净是基 清净平等是定 哲是慧 戒定慧三无漏学 这一句佛号是手段 念念佛的 念念都与三无漏学相应 这样念佛功夫才能得力了 这样念佛 深圣佛号知足清净平等觉 那自然是大慈大悲 人不肯自渡 还能渡人吗 对自己不慈悲 对别人可能慈悲 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今天人就是害人 那害人不足以为怪 为什么他害自己 他能不害人吗 这是舍佛的同修 一定要对于自身 以及环境里面的数十真相 要清楚 要明了 然后才想着 这个学佛就是对知 就修正我们的错误的 想法 看法 做法 把它改正过来 这家修行 从前对自己不慈悲 从今天起对自己慈悲 过去对别人不慈悲 从今天起对人要慈悲 认真念佛 一心一意的念佛 老实念佛 就统统都做到了 说实实在在的话 这一段里面 大师举了十座经门 这里面说了种种菩萨行验法门 一句阿弥陀佛 全都包括 这是实在不可思 你才想着这个名号功德之殊胜 第三呢 不惜生命 要守护着 我们讲护法 护法舍盖上说 先要先要护自己的法 然后才能够护祝佛之法 才能护伐戒众生之法 那么这个里面有从礼从四上说 说愿礼被修得而言信的 这从礼上讲的 被是修备的意思 六足大佛说 何其自信 本来具足 这个本来具足 就是信德 信德要没有修德呢 这个信德不能进去 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就是一经题上 大经经题上讲的 下劳据说的灰基本 无量寿 是信德 是我们所求的 我们希望得到的 信德是无量无宾 无量无边的信德 是以无量寿 为主要的 要没有寿命 其他谈都落空了 所以寿命是第一德 他真的是无量寿 无量寿就是 外教里面讲的永生 他那个永生是假的 不是真的 我们这个是真的 不是假的 无量寿 无量寿 庄严 庄严 是信德的情 庄严我们今天所讲的 美好 美好到基础 也丝毫欠缺 都找不出来 西方极乐世界 种种的庄严 圣方祝福 插足里面 都没有的 任何一种佛的插足 都还有一些确心 唯独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确准 这庄严 清净平等 这是所以修德 我们修什么 修清净性 修平等性 这是修德 每天念这句佛号 绝对不是念给阿弥陀佛听的 千万不要以为 我今天念了三万声 五万声 阿弥陀佛已经很欢喜了 是哪个错了 一面念佛 一面想的 佛喜欢我 佛不喜欢那个人 这一面念佛 一面在大方想 那咱们能成就 所以对治佛号 要恢复自己的清净性 恢复自己的平等性 佛号只是手段而已 要认真去念 所谓认真 就是决定不怀疑 不间断不教导 念佛念经 都要本着这一个原则 这才是被修德而允信的 信的就是决 这就是禅家讲的大车大武 心地清净平等了 就车武了 大车大武了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德能 统统都信心 这是从礼上说的 父上呢 父上就 从哪里下手 我现在知道 修行了 修 清净平等觉 从哪下手呢 岳父 这求饭 第二十全神 这是大师再次的举例 是跟我们讲的 要向过去这些菩萨们 使身未法的精神 那 牺牺牲生命 再说不息 重要的 佛法重要 法神 慧命 决定 重于 身 现在人 现在人知道 这个 四十的人 不多了 甚至要发生 慧命 不但自己苦 众生也苦 为什么众生苦呢 众生必定是 越迷越深 迷惑他就造业 造业他就收果报 越迷惑他就越造越重 古报是越来越残酷 这法神慧命 多么重要 世尊的法神慧命 在四项上来讲 就是三藏经典 我们中国 古代的高僧 到印度 不惜生命 去取经 去求法 那时交通 没怎么方便 从中国到印度 走路要走三年 当中要过 他过这个大国壁沙漠 八倍里流伤 这里面 死了多少人 我们后人 得到这个经典 以为得来很容易 实在是 确确实实 不用 世间典籍 向我们中国的 速库全数 这是法神慧命 要认真点 我们真正 要发心 是否慧命 红法立身 这些书要读了 这一听说要读了 这都害怕了 这还代表 我这大藏经 这么多 再加上 速库全数 这一瘦五倍 这吓死了 古德长讲啊 也不二十五鼠 都不晓得 从哪里下手了 这看到这个 毫如烟海 这还得了吗 有方法 方法叫哪里呢 清净平等救 所以 学佛从哪里学习 从清净性学习 平等性学习 心底真正清净平等了 这些书 只要不要去看一下 就多痛打了 一本经书 看前面几行 后头不要看了 都知道了 就有这个本 你要不相信 你看六祖禅经 六祖没有读过 法华语 没有听人家念过 法华语 法达禅思 是向他请教 他是你 你把你念这经 念给我听听 法达是念了三千部法华语的人 六祖叫本命 他正念到第二品 方便品 法华语 二十八品 念到方便品 六祖说 好了 不要念了 我统统知道了 你看看 有这个能力 所以诸位 真正要到达 清净平等的时候 智慧开了 这个大藏经 你一天看一本 决定没有问题 全部通达 在全部大藏经 一百天就修完了 就毕业了 哪要费那么大的精神呢 一部苏古全书 虽然是这样的本子 一千五百车 一天看个五六车 不要一年都开完了 这就是真的 我们今天困难 你耳不觉 就困难了 佛给我们说的一切 决定是严福提众生 有能力受持的 没有能力受持 佛是决定不会说的 佛说法应及识教 换一句话说 我们一定要恢复 自己的根性 要遵照佛 指导修学的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 死红实验 第一个要发心 所以这是 保际射精 后头华言实验 都是叫我们发心 发心之后 从哪里下去下手呢 烦恼无尽实验段 断烦恼 烦恼断精 这才学法门 你看看真正学法门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是严教初度开始 华言经上 善才同志 给我们做了榜样 他在文书菩萨 文书是他的老师 文书会下了 他所修的 是烦恼无尽实验段 烦恼断精了 智慧开了 这才出去参学 那参学呢 就是无事三参 那就是法门无量实验设 他自己本身正得了 原教初度 换句话说 见死烦恼断了 心轻敏了 沉沙烦恼断了 心平等了 破一篇无名 这一封发生 折了 这才有足迹 法门无量实验设 所以前面这个功夫 没有做好 你就开始学法门 没有这个道理 你所学的那些东西 那就清凉大叔讲的 我们都不敢讲了 清凉说的 你所学的都是 邪知邪迹 游解无形 正障邪见 你所学的邪知邪见 不是智慧 那就是佛法的 把邪知邪见当作佛法 你说造不造高的 这就是自己害自己 又害众生 天天在造业 还以为自己有无量功德 这不叫电倒吗 所以同学们的时候 不能不知道 不能不用功 用什么功啊 断烦恼 改心器 要在这上下功夫 那老师念佛 这个是江的时候 石身求法 下面再同自立与他上书 自立则如 善才不必火坑 善才同质 去餐房甘露火王 甘露火王 叫他跳火坑 我们晓得 五十三餐里面 有三味善之食 是代表贪嗔痴的 甘露火王代表称 那就像魔王杀人不太远的 刀山剑书 虎坑 叫善才 你想向我求法吗 跳虎坑 善才想了想 还是跳吧 为求法吗 男的小的 一跳下去之后 是全身清凉的 我们在法音经常读到的 清凉主宰 看到是一片火海 跳下去 清凉主宰 真真得到法音 我们如果跳了个火坑 准备烧烧 他为什么跳火坑 为什么会得清凉 他心里面 嗔恨嫉妒这个念头 没有了 所以火不能烧啊 这个事情 诸位普文评念多了 就晓得 外面火为什么会烧我们 我们有惩慧心 有嫉妒心 这是火 外面火把里面再隐燃了 这个事情麻烦打了 外面火把里面再隐燃了 外面有里面没有 我设不到的 决定安全的 这是级别的例子 使身求法 利他刘如不轻 甘受大致 不轻时 常不轻菩萨 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修普行行 普行行 行量广大无比 对法界任何一个众生 都攻击 都成攻击 决定没有傲慢 常不轻菩萨 常不轻菩萨 对于任何一个人 都顶礼 莫拜 不管对什么人 他都顶礼 他都顶礼 把无时戒以来的 供高我慢 断得干干净净 常不轻菩萨 他还常常挨打了 有没有怨恨心呢 没有 一死好怨恨心 我们现在人受不了 稍稍有一点点 好像态度不大对了 就可以 这种人怎么能成功呢 不能忍嘛 所以这个菩萨修行原则里面 有忍辱波罗尼 金刚经常说得很好 一切化得成于忍 你不能忍 还会有什么成功 我们看财民保兴 看古人的榜样 某一个道场里面 真正有法 那就甘心忍受一切的侮辱 我也不懂 我是来修法 这样才能成就 禅民保兴 有一个老伙伤 这是看中了一个学生 看中这个学生呢 是个法器 但是要锻炼锻炼的 他到底是不是真心忍受 所以在大庭观众之下的时候 对他的时候 从来没有好理 没有好因素 总是找麻烦 要想干他做 大众同学呢 看到叔叔对他印象不好 所以别人也加倍地侮辱他 欺负他 他能忍受 所以有一次老伙伤洗脚的时候 这个洗脚水的时候 就倒在他身上 破了他头上 他也能忍受 他还不走 不走就老伙伤就不开心 签单 找他麻烦签单 这个签单不能不走了 走到哪里呢 就走到门外 老伙伤讲经说话 他在外头窗户 还听 还是不懂 老伙伤晓不晓得就晓得了 知道这个人有成就 所以有一天老伙伤要传罚了 大家都不晓得老伙伤给哪一个 门外那个还没走的 我原来怎么车给他的 还知道老伙伤的用心呢 成就他孕如波罗尼 由人而后才有定 有定才有慧 这才是真正的发起 给你一点小小难看就走了 老伙伤出了 不成财吧 留他没用吧 那是真的 那让这些人是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的 这才叫真真是 在国家讲的时候 国宝啊 国之宝啊 那天台家说这样的 能说不能行啊 国之书也 亏作国家老师 来教导大家了 他说的圣法 见解没错 他做不到什么 我还会出现的 他没讲错 这个就是我们佛门讲的时候 破戒 没有破戒 没有破戒 破戒不破戒 还是都过失 能说又能行啊 国之宝也 那是国宝 能行不能说 国之邪人 这个是一定的要知道 一定要修 人如波罗 世间法 不仁 上前不能成就 何宽 佛法 佛法是 世出世间 无上的大法 不仁 怎么能成就 那么这个 列举第三条 古德法 是我们说了 另外大事没有 隐的 我们也要说 第四 与一切法 罚 圣人 无执着心 对于世出世间 一切法 要罚最殊胜的耐心 无比的耐心 去修舍 虽然修舍 于一切法 不知主 这才能真正通达 一切法 为什么呢 法一执着就是病 执着变成什么呢 变成成经 不是见取见 就是见取见 就变成写见 无论于世间法 出世间法 无论于理 于素 于因 于果 我样样通达 是样样不知主 为什么不执着呢 因为一切又违法 如梦幻 不执着是会 执着是病 这个主要相对 所以善学的人 六根除处 都是智慧 都是智慧 不会学的人 六根所接触的 处处都是障碍 学佛法 浮在佛经里面 古得讲一文结义 三世佛愿 佛都喊冤枉 佛不是这么说的 佛所讲的 印在云外 你统统把它当真 统统执着 这佛就冤枉了 好在佛在金刚年上说的好 佛无有定法 可说 最后佛无法可说 你们能得到所说佛法 谁要说佛说了 罚了 这是人家报佛 佛没说过法 这个话说的好 49年所说一切法 完全否定 我没说过一句话 没说过一个字 你们要说过我说个话 那就是报佛 这个意思就是叫你说 一切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 佛所说的一切法 与我们自信就相应 展开佛经 听到佛讲经说法 完全是自信的流露 这就对了 这才是佛的真神意 在开经纪日一样 愿皆如来真神意 这样才是佛的真神 那么这个是要圣人 特别是在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所求的是根本智 就是般若经上讲的 般若无知 心要耐心求无知 无知而后才无所不知 像这个华音经上 善才成子在这个若法界平 本慧 本慧是文术菩萨这一回 善才所学的是无知 换一句话说 就是修清净心 平等心 平等心 就是有这个 不求知 成就 根本智 成就无知 然后出去参学 从德云比丘 一直到普行菩萨 五十三位善之时 这是无所不知 那叫后得知 所以说 般若经上讲 般若无知 无所不知 所以它是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要有耐心 要忍了 我们现在人所犯的毛病 就是把这个颠倒了 一开头就要无所不知 到最后 学到最后 是一样也不知 这是犯了大病 完全违背了佛陀的教导 学东西 不知道从根本学 根本学 你好像 学佛实在讲 佛经里面常常 用这个树木来做比喻 你要种树 先树这个种子下去 埋在地底下 什么看不到啊 很久就在发芽 就在长个小树苗 要长好几年 才能够树才长大 开花结果 现在人是 那个树根树苗都不要 就要花果 花果能不能得到呢 能得到 你看花瓶里面花果很多 没有根的 死的 所以从无知到无所不知 是活的 一开头就学无所不知 样样都学是死的 什么是死的 没有智慧 确确确确实实 完全是无明 是妄想 是邪见 不是核的 核的是智慧 在这里 我们一定要认清楚 佛的教法 高明 他的教法 真的是有道理 几千年来 在中国 在外国 出家 在家 这些大德们 依照这个方法 修学 都成就了 我们眼看 我们这一代 为什么没有高僧大德出来 方法错误了 绝对不是说 我们的聪明智慧 不如故人 绝对不是 方法错误 标性利益 不知道遵守过去的方法 他自己创一套方法 这个问题就大 第五 不贪力量尽重 敬意要心 这一条 也是学佛 很大的障碍 明文立扬 尤其是 现在这个时代 无法把门 你六根所接触的 可以说 都是最高度的诱惑 古时候没有 没有这么多诱惑 现在这个诱惑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急急乎乎的时候 你眼睛所见的 耳朵所听的 全是诱惑 你能够不动心吗 我在讲习里也常常全面同修 我说我们今天学佛的时候 我们在魔掌之中 四大魔王 张开这个魔掌 我们没有办法超越他的掌心 你还会有什么成就 这个四大魔王 我讲的不是八大人究经上讲的四大魔王 我讲的是财色名利 这四大魔王 几个人能够跳出他的掌心 你跳不出他的掌心 你还谈什么成就吗 往生不了啊 往生希望极乐世界 是要心亲近才能往生心近的途径 心里面还有这些东西 外面是财色名利 里面是贪嗔痴慢 不多阿比地狱已经很侥幸了 还有什么成就 所以学佛的同修 要高度的警觉性 时时刻刻警惕到 我这次回来 看到印光法术的纪念册 上面提的有生死 这几个字 我把它放大了 印了很多张 希望同修们的时候 请回去贴在自己家里 常常看到的地方 提醒自己 这个重要 常常想到人生在世 一场空啊 就像做梦一样 也像唱戏一样 假的不是真的 什么是真的呢 造诣也是真的 佛门常说 万般降不去 唯有耶随神啊 这个降不去 一样你都得不到啊 一样你也拿不去啊 你能够拿得去什么 业障啊 是你可以拿去的 除此之外 不管是过去 现在未来的 一样你都得不到 算是假的 你在这个世间 有什么好振头的 齐心动念 真名独立 造诣 明言人看到 苦恋的 这种人最苦恋的 什么都不要 一天到老师念阿弥陀佛的 这个人有福啊 真真了不起 世间人看的是 哎呀 这个人 没用 消极 世间人看 看那种人消极 佛菩萨看 那种人真真有福 天天真名多利 世间人看 这个了不起 这个人很了不起 很有办法了 佛看到好可怜啊 现在造业的时候 再过几年就收报了 过报就来了 这个是事实 一定要认识清楚 我们才真正能把财色名利 看淡 知道这个东西是有害 没有利益 真真讲有不害而无一利益 一点利益都没有 我们深深试试 学佛都没有成就 就是被这个害 这一生还要被这个害了 那又完了 要提醒自己 第六句 求佛总之 与一切时无妄实现 前面讲的是烦烦恼 烦恼断尽了 要求智慧 佛法是智慧之法 佛教是智慧的教育 唯有智慧 才能够把事出事件 一切法的真相 看清楚 唯有智慧 才知道在事出事件 我们自己应该要怎么做法 这才能真正的利苦得落 破迷开悟就离苦得落 苦是从迷惑颠倒来的 落是从开悟得到的 从今以后再不造业 不但我也不造 善业也不造 可是诸位自己一定要明了 佛法不是常常叫我们修事善业造吗 怎么善业也不造 断一切物 修一切善 如果你作相了 是世间有漏的果 断我修善了 不着相 不着相 那就不叫善我业了 就叫做敬一 敬一 诸相相 这个名词 名故其实 他这个目标 是修清净心的 断我 我修清净心 修善还是修清净心 目的 只是修清净平等而已 这叫敬一 西方净土 是要敬一 才能成就 这个不能忘记 这个不能忘记 第七 与一切众生尊重恭敬 五下烈心 这一句舍在家 就是常不清菩萨 所修 所修的 绝定不能够清失一切众生 清失一切众生 错了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一切众生 本来成佛 怎么可以清失 常不清菩萨 知道这个 四十的真相 所以他才真正 确定做到了 一尽 祝福 他确定做到了 就是他了解四十真相 第一把也很重要 不着事论 与菩提分身 决定心 多说 执着 执着世间一些言论批评 世间人的看法 那你要是执着那些 那佛法就不能修了 所以 佛在保激经里面告诉我们 世间人不管他们怎么评论 不必去理会 为什么呢 世间人所禀赴的是 世之辩从 说到实话 他的能力 连欧罗汉都比不上 欧罗汉 尽死烦恼 断了 世间这些 这些 这些 哲学家 科学家 宗教家 烦恶 烦恼没断了 他还有是非人我 还有贪嗔 吃慢 尽死烦恼 没断 不但世人如是 天人也不例外 即使到色界天 无色界天 烦恼 烦恼 还是没有断了 没有断烦恼 他的知见叫情见 感情的知见 不是真知真见 他批评 我们怎么能算数 可是在这个世间 他们人多 我们人少 我们说不够他 我们说一句 他说十句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说他的 我做我的 你说的再多 也不影响我 我还是第一句 阿弥陀佛 你说我消极 我也阿弥陀佛 你说我迷信 我还是一句 阿弥陀佛 绝不动摇 尤其是末法时期 乐严经上说得很好 说我们这个时代 邪思说法如横火煞了 我们到底听谁的呢 就在佛门里面说 这个法师说 这个法门好 这个经好 那个法师说 那一部经好 那个法门好 多接触几个法师 不知道学哪一门好 我常常遇到 遇到人来跟我说 他亲近某个法师 叫他什么法门 那个法师有什么法门 我说阿弥陀佛 你看哪一个法师好 最好跟一个法师学 这才能成就 门门都好 没有一个法门不好 但是只要学一门就好 学两门三门就不好 像我们这个讲堂一样 很多门 每一个门进来都好 你同时想从两个门进来 从三个门进来就不好 为什么呢 你进不来了 一定要一门深入 一门深入 我们为什么选择净土法门呢 这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智慧 自己没有能力 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根性 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 这个法门是释迦摩尼佛 一切祝福给我们这些糊涂人选择的 我承认我自己不行 佛替我选择的 我就一交奉行 这就对了嘛 自己有能力 不必要佛给我选择 我自己选择 我自己没有能力 佛替我选择的 我当然接受了 这是法门应当如何来抉择 决定之后 再不改念头了 一心一意地修训 决定就成就 第九条是 众诸善根 无有杂然 亲近之心 善根 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 讲的很多 无量寿经讲的善根 就直指一向转 什么叫众善根呢 你念这一支 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众善根 这是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 看到古来的祖师大德 异口同音的 来告诉我们 这一句佛号善中之善 这一句佛号宗持 无量法门 一切祝福 都是念佛成佛的 没有比这个根善 所以幸运 持名 使圆满 种植 最圣 第一善根 这是一点都不强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看 最后这一条 第十 第十是 于祝福 谁里也祝相 其遂应念 这一条 音乐里面有祝福 我们看音乐里面的祝福 谁里也祝相 是念祝福 使向神 即所谓 四身非是佛 阴身也佛然 若见 祝相 非相 即见如来 这是说 与祝福 谁里也祝相 那么这样的念佛 给主说 就是四种念法里面的 十相 我们初学的人 走不到 初学的人要什么 要着相念佛 要从有相念到无相 假如我们坐下念佛 都念不好了 要学立下念佛 是做不到的 决定做不到 但是要知道 这个四十 是确实存在的 这是高级的念佛法 他引用金刚经上 这几句话 从色身非是佛 一直到若见 住向 飞向 即见如来 统统是金刚经的经文 这几句经文的意思 很深 什么时候 才能够见到 破一凭 无名 正一分发身 就是这个经济 所以这个时候 要往生西方净土 是生十报 庄严土 不不识 凡身同学土 心地 真正到了 清净 平等 绝路 六根 借出外面的 这个境界 一律平等 为什么呢 他已经没有一切分别之处 妄想 分别之处 妄想 统统都断 所以万发 有 信向 宝尔 入这个境界 这就是 禅宗里面讲的 明信 见信 信是什么 信就是平等法 信就是 住向 非向 这是建信 七 随一念心 随一念心 怎么讲呢 随是随顺 实在讲呢 就是 浮贤 菩萨 世院里面的 恒顺 众身 随习 功德 可见的 恒顺 众身 随习 功德 是要 破一平 无名 正义 分 法身 法身 大事 才可以 做得到 我们 我们做不到 所以他这个注节里面讲 随顺也 为顺理之念 即天台所谓 安住 忠道 不为耳边 所动 明知 为念 天台家 讲的话 没错 但是我们听起来 不好读 他讲的很正确 但是我们不容易 体会他的意思 那么我刚才 举普贤 行愿评里面的 两约 大家容易懂一点 就是 天台大事的意思 真正能够做到 游戏神通 离死无碍 寿死无碍 那真是得大自在 这个叫 其随念心 也就是 《金刚经》上讲的 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这个两句话 意思也很深 但是 对中国人来讲 总比较上亲切 没有念过《金刚经》 也晓得《金刚经》 那两句话 那么 于祝福 实力 祝相 就是 应无所住 其随念心 就是 而生其心 说法不一样 境界 完全相同 末后说 与此舍心 往生净土 这往生净土 也不简单 那么这个舍心 我跟周围有六六介绍过了 后后生于前前 前面的前 后面的身 那么 往生呢 是在讲的 该夸了 司徒三倍九品 像幕后这条 所讲的 那是 身十报 庄严图 像这个第一条 第两条 所讲的 凡胜 同居图 这样一看 我们心里又踏实一点 后面的做不到 前面两条 也许可以做到 十报图 没份 这个同居图 还是有份 但是 前面 三条 四条以后 没有隐 这三条 大家要特别注意 为什么呢 是 凡胜 同居图 的条件 虽然一天都玩念佛 这不居足 不行 可是我跟周围一家 果然 老实念佛 这一句佛号 这个统统都去做 统统都去做 所以说 决定的 这个我们 不要怀疑 可是 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 待人皆无 要知道 要知道这个原则 要记住 佛这些 开始 说 说在佛所讲的 这些理论 方法 教训 可以说 无量寿经里面 通通 之处 确实 一记一切 一切 记忆 那么 底下一段呢 这在解释 苏里面的 华言 实愿 前面 只是讲了 如宝记 实信 这个 华言 实愿 华言 实愿 这 也这 礼尽 诸佛 乃至 实 菩界 回向 也 以此 实 身 必 过度 华言 经 到最后 普贤 菩萨 舍大 愿 王 到 归 咎 这是我们 同修们 都知道的 可是这个 里面的 意义 之深 广 知道的人 就不多了 华言 大家都知道 在整个 佛法里面 它代表的是 圆满 法轮 在一切 金里面 号称为 金中之王 所谓 一切 金 皆是 华言 眷属 华言 像一个 树一样 它是根本 一切 金 都是 支支 业 业 你就 晓得 华言 金 的 重要 事尊 跟我们 讲 一身 成佛 唯一 独 华言 讲的 究竟 圆满 讲一身 成佛 可是 他真正 达到 究竟 圆满 就是 幕后 谱行 十大 愿望 到归 记录 那么 换句话说 如果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就不能圆满 古德 也正因此 看到这一点 才说 华言 发华了 是 无量寿经的 导引 古人 深入 大臣 对于 古德 这种 说法 你会相信 能够 接受 然后 才能够 体会到 无量寿经 在整个 佛法里面 他所占的地位 和价值 华言经 是导引 引到哪里去 引到 无量寿经 本经 是小本 无量寿经 弥陶经 跟无量寿经 是同步 只是 广说 略说 而已 阿弥陶经 虽然是 六说 加上 廉耻大师 苏超 再加上 演义 比 无量寿经 讲得 还广 还要清楚 还要明白 如果看到 苏超 演义 这么一大文 念起来 很困难 你就去念 无量寿经 念 简单的文 这 变得 复杂了 小本变成大本了 大本又变成小本了 可见 大小没有一定的 它会变化的 认清了 无量寿经 认清了这个法门 我们才会下定决心 这一生再不改了 认真地修学 自己充满了信心 这一生决定成就 功德立业了 功德立业了 无比的 殊胜 看起来 容易 实实在在 不容易 我们 读大金 读多了 都笑的 这要不是过去 这要不是过去 身中 善跟 父的 姻缘 在这一身 这一世 成熟 读不到 这个经典 你遇不到 遇到了 你也不相信 相信了 你也不肯认真去修行 一个人 能信 能愿 能行 那就是 过去 无量 借重的善根 今天成熟 同时得到 摄放三世 一切祝福如来 明明当中 加持 这 因缘 聚会 使我们在 这一生 当中 能够 永托 轮回 往生 不退 臣服 这个因缘 遇不到 彭基钦所讲的 无量 皆中 稀有难逢之一日 这个话讲的是真的 一点都不讲 稀有难逢 我们今天 遇到 遇到 怎么能够 轻易 放弃 一定要 珍惜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